国盟成员党 巫统和土团党的内斗 随着沙巴闪电大选而持续升温 那么这两天的节目里头都有给大家报道过 土团党和巫统最近因为争夺一席分配的主导权而剑拔弩张 那作为依赖巫统和一党获取政权的慕尤丁和他领导的土团党 被想要翻身做老大的巫统领袖公开呛声 巫统是宣布拒绝加入由慕尤丁倡议的国盟Precata National 那除了叫土团党加入他和一党组成的国民和谐阵线 What fuck up National之外呢 有巫统领袖还叫土团党不如你们干脆就解散加入巫统好了 那当然现在离大学还有一段日子 谈议席分配可能还演之过早了 然而沙巴最近闪电周旋 巫统已经公开和土团党对着干了 那接着沙巴土团党放话说他们要打45席 45席基本上就是过半的议席了 那结果巫统宣传主任就痛骂土团党说 你根本在做梦 毕竟上届土团党都还没有东渡沙巴嘛 凭什么第一次在沙巴上阵周选就狮子开大口 又拿超过一半的席位啊 那沙巴巫统那边今天向自由近日大马表示 他们要上阵至少38席 这38席内呢 有25席就是他们上届大选上阵的一席 包括从巫统跳槽出去的席位 那再加13个接下来的周选新增的席位 这些他们全都要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土团党讲他们要打45席 巫统他们讲他们要打38席 45加38加起来是一共83席了 但是沙巴州只有73席啊 剩下重叠的10席究竟要怎么分呢 那些过档土团党的原有席位又该怎么解决啊 那还没有全国大选只是一个州选举就足以让巫统跟土团党公开撕破脸了 巫统总秘书安努亚穆沙虽然发推文出面还假 表示土团党要上阵多少席都没有问题 有事我们好好商量 确保大家能够在每个席位一对一单挑西门跟明星党就OK了 不过推文最后他又话锋一转说 最好的话就让路给更强的政党去竞选吧 那谁才是所谓的更强的政党呢 安努亚穆沙没有说明 不过沙巴巫统主席邦穆达今天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似乎已经为安努亚穆沙的这番暗示给出了答案 今早在巫统总部和领袖们开会之后 沙巴巫统主席邦穆达召开记者会表明 巫统将和国阵与国盟的盟党们合作 上阵全部73个州议席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各党将上几席 只是表明巫统比较够格 应该上阵更多的议席 甚至不点名放话给图团党听 邦莫达的这一番话明显是冲着早前发表乌统制销论的土团党乡区部长阿都拉底夫 那看来沙巴巫统并没有要对土团党让步 政治学者詹运豪认为 土团党在沙巴基本上没戏畅 以巫统在沙巴的势力 土团党基本上只有陪跑的份 由于过去有议员从巫统过档到土团党 这就加剧了两党之间议席分配的矛盾 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巫统和土团党如何解决沙巴中选的议席分配问题 将会影响国盟内部 在未来如何分配全国议席的结果 按照马来西亚政党联盟的正常做法 所有元任职的政党可以保留他的意识 巫统的立场大致上是这些是判架 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把意识带走 关键是他会不会要求他们回去 另外巴西巴萨图他会不会承认 因为如果他保留这些人 但是要退出巴萨图 用AMNO的声音上阵 那就符合西马整个打法 其实从沙巴州选举 我们就来看一看 全国大选巫统跟土团党会怎样争 因为从沙巴州选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巫统跟土团党之间 在全国一席分配上的难题了 那么先来翻看一下上一届509全国大选 在国席当中 土团党其实在509大选只赢得了13席 后来土团党是成功拉拢 巫统15个议员跳槽 壮大了势力 但现在敦马的势力 有6席跟慕尤丁分裂 然后公正党阿兹敏的势力 有10席加入到土团党 所以目前土团党是有32席 但是慕尤丁所领导的土团党当中 其实如果你看清楚的话 只有7席是2018年大选的时候 他们自己拿下来的 剩下的25席都是跳槽跳过来的 那请问从巫统跳槽去土团党的议员 他们的选区算是土团党的议席呢 还是巫统的传统议席呢 那些跳槽而来的议席 有一些自从有大选以来 就已经是巫统的传统堡垒选区了 十多届大选以来都没有输过 那这些长期在相关议席 耕耘多年的巫统基层 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选区 拱手让给一个 创党年龄不到5年的土团党呢 那如果真的到最后是让给土团党的话 你说这些巫统的地方诸侯 会不会在选战开打的时候 扯土团党的后腿 然后引发两党之间的更多矛盾呢 就像学者黄敬发刚才说的 巫统把这些人视为是叛将 所以巫统是有理由不把这些选区 让给土团党的 那如果巫统不让路 而土团党必须自己上路的话 土团党很有可能在下架大选 就会面临泡沫化的危机 土团党在全国竞选52个议席 那借着当时候的反风 还有敦马的光环 土团党才赢得13席 更不要说西蒙盟友的相助下 所赢得的一些混合选区哦 那如今马来选区的议席 跟巫医是高度重叠 非马来选区又是西蒙的强势议席 你说如果巫统不让路 土团党它还有多少选择呢 那在西蒙倒台 国盟上台之后 如今具有优势的这个巫统 不抢夺意习分配的话语权 它更待何时呢 就好像我们昨天提到的 土团党最后很有可能 只会落得任由巫统摆布的悲惨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